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黎亭欣,来自香港 现在在深圳大学读计数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在高中的时候,听我深大的计数机专业很厉害 而学校去年也是第一年试着招生香港的学生 我很幸运就被录取了 看这些大楼,全部都是有名的IT公司 我们师兄曼化腾的公司就在学校旁边 走路不用五分钟就可以走到 附近还有很多高薪科技的创业园 在深大毕业就不怕找不到工作 这是深大的标志性建筑 计算机大楼 我们平时都会在这里打代码和上课 是深大会打代码只是基础 学校里面还有很多科研和比赛机会 给我们去参加和成长 我们计算机专业的学生 未来要成为具备出色彩画的行业声音 深大虽然是以近数机专业最厉害 但是体育氛围都很浓厚 边闻球奥运冠军沉梦就是我们深大的后友 体育堂的选择都有很多 我身后面那些黑天鹅在粤海校区的民山湖里面 在平时我上英文高数的时候就会来这个校区 在深大有中文版英文版两个版本的高数课自由选择 就好像我以前在香港读高中一样 老师是用英文教学 中文版的数学可能对我来说有点不习惯 所以我就选了英文高数课 和你们讲一个秘密 你们还可以选择港澳和高数课 OK 我们大家的班叫做港澳是什么 大家对港澳有什么想法呢 这个是港澳台联谊会举办的粤语国活动 我都是联谊会里面的一员 我们每年都会举办港澳台文化节 和内地学生一起分享家乡的美食 我们香港的咖喱鱼蛋就相当受欢迎 另外还有游戏、展览、影响打卡的环子 在这些有趣的活动里面 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都可以互相加深了解 在香港的时候 很难想象深圳是现在这个样子 非常现代非常有活力 并且深圳也有世界创客之多的称号 在深圳的港澳青年如果想要创业的话 还可以收到像资金、资源、住房、公共服务等政策的支持 在深圳大我们有非常多的机会 资源和平台来跟我们发展 我们一起努力吧 我们在深圳大学等你 我们在深圳大学等你 每年人都要参照